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加入一个小段 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短话题 怎么回事 特斯拉不是前两天跟中国16家车企联合 发表了一个不降价声明吗 结果这还没两天呢 被有关部门发现 这个声明在有关部门的见证下签订 但又被有关部门发现 搬起车砸自己的脚 不仅丢了面子也丢了理子 所以这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两句 好 那我们话题从何开始呢 其实这事特别有意思 马斯克的特斯拉在中国 经历过这么几次降价 按照马斯克自己的说法 他说我们降价是为了回馈中国的用户 因为中国的用户拯救了我 让我这个卖的很好 那么我想我应该让利益部分 给中国的用户 所以我就降价了 结果我一降价 反而遭到了很多中国人的抗议 没办法 我就不能降价了 后来马斯克还说 我要提升在中国的特斯拉工厂的工人工资 结果我希望他们过得好一点 结果又遭到中国人的抗议 说你的工资太高了 让我们其他的车企显得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你也不能再给工人加工资 这个当年是马斯克自己说的 所以这一次我不稀奇 马斯克终于学乖了 学会了 学会了跟中国的官僚集团如何相处 于是在有关部门的牵头下 特斯拉和16家车企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怎么说的 好 那么根据中国官方自己的报道 7月6号在2023年的中国汽车论坛上 他们的理由是为了维护良好的汽车市场秩序 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积极稳定和促进汽车消费 就基本大概就是说为人民服务 类似这样的头衔是一定要棍在前面的 后面细肉是在有关部门的见证下 注意是有关部门当时鉴定了 那么一共16家车企结盟了 哪16家呢 一汽东风上汽长安北汽广汽中国重汽 奇瑞 江淮 吉利 长城 比亚迪 蔚来 理想 小鹏 还有特斯拉 这16家中国主流汽车企业高层现场联合签署一个文件 叫做汽车行业维护公平市场秩序承诺书 那么这个承诺书怎么说呢 它说汽车行业维护公平市场秩序承诺书 为了维护良好的汽车市场秩序 共同营造良好生活 刚刚把这废话又念了一遍 我们就节省时间了 特作出以下承诺 一 坚持遵行行业行规 规范市场营销活动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重点来了 不以非正常价格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第二点 注重什么营销宣传方式 不扩大宣传 不夸大宣传 不虚假宣传 不吸引眼球 然后第三个 发扬质量为先品质为本的工匠精神 扯蛋 就中国国产车那个尿性 我就不提了 第四个 红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增长稳定 那些屁话 咱们也就不念了 您听明白了吗 它是核心总共就是第一条 就是说我们不以非正常价格扰乱市场公平秩序 那说实在这点就有意思了 我们想一想 这个理由看起来很合理 但是如果说不以非正常价格扰乱市场秩序 在我理解应该是什么 恶意涨价 你涨我也涨 让我们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去买车 那我觉得你这绝对是恶意的 因为你的成本没有增加 你的车的质量也没有变化 你就是这辆车 你们恶意抬价 这是恶意竞争 损害我们消费者的利益 没问题 对吗 但问题强强相反是 是因为有人降价 有人要把实惠给到老百姓 那些车企事 对吧 那些中国的粉红们都哪里去了 你们不是仇恨资本家吗 那些资本家在吸你们的血汗钱 就中国一辆辆的国产车那个尿性 对吧 过了三年质保 除了喇叭不想哪都想 这样的糟烂品质 你们买这么一个车回去 你们还不如直接捐款呢 你们这么爱国 对吗 谁不希望买一个物美价廉的车呢 对吧 实惠给的老百姓 所以我认为车企 如果他们恶意竞争 用打价格战的方式来讨好我们老百姓 也许有关部门会不高兴 也许这些车企老板 特权层姓赵老爷会不高兴 但是作为我们老百姓 我们一定是拍手称快的 我希望你们加工战打得再猛烈一点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们不怕这些东西 对吗 可是呢 在中国就这么神奇 特斯拉降价却引发广泛的抗议 意思说 我们这不保值了 你个王八蛋 不保值了 我不知道该说贱的 还说便宜 当然这就不提了 咱们往后看 如果说这个事情只是到这一步 我今天不会录这个视频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一次的这16家联合 实际上它违法了中国自己的法律 中国自己的反垄断法里边 明文规定说 不能够用这样类似的方式来制定行业价格标准 你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锁定物价 你16家主流车企联盟说了一起不降价 你这不就是搞垄断吗 你这不就是自己在有关部门的见证下 晕圆了 自己抽自己的嘴巴 抽的啪啪作响 还要高喊叫好吗 所以这两天 中国车企反应过来了 赶紧出了一个通知 我们看一下 这个通知是7月8号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在网上的 被网友截图然后传到海外 他说声明 7月6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组织 16家汽车8888这些废话不说了 然后协会认识到 承诺书中不以非正常价格扰乱市场公平秩序 涉及价格表述表意不当 尤为反垄断法精神引发了广泛关注 现发表声明将上述条款从承诺书中删除 并敦促16家及其他汽车生产企业 严格遵守反垄断法及相关行业行规什么 这些废话 落款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3年7月8号 好 最有意思就在这 7月6号签署的 在有关部门的协同下签署的 结果7月8号才反应过来 不对 这打了自己的脸了 实际上你看他这个描述 说什么表意不当 我就说中国的有关部门特别喜欢 就把除他以外的这些平民百姓直属为压 就你们都是傻串儿 你们都不懂语文 知道吗 只有我懂 我这是表意不当 实际上那些16家车企 它的意思不就是咱们说这个意思吗 这是表意不当 不对 恰恰是表意太当了 表意太准确了 那好 你现在把它给撤回了 那我们看之前 咱们读那四条 那四条承诺 除了这不降价之外 其他的不都变成了官话 屁话套话吗 什么不虚假宣传 什么注重品质 什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那中国你都强调了多少年了 有任何变化吗 本来整个声明就只有这一个不降价 这一个还有点看点 结果你现在把这一个还撤了 等于这个 等于签了等于没签 历史文签 我真的是服中国的 有些官员老爷们 就你们那脑子是怎么长的 就是你们在签头干这个时候 你们自己国家的反冷断法 你们自己是没读过是吗 对吗 所以导致闹了这么大一个乌龙 所以等于就是特斯拉 陪着中国的这些官老爷们 这些特权阶层们 一起丢了一次脸 也就这么个事 最后等于什么都没有改变 以后可能该降价还是降价 该斗争还是斗争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永远到目前为止 你按照这个风气来看 永远也不可能诞生 真正的强大的企业 像特斯拉一样 一个国家的秩序 或者一个国家的民间企业 你应该让它去放胆去斗争 让他们自己互相去斗 一方面增加科技含量 一方面降低成本 这样的话 这个企业才有竞争力 可是中国你看到了 自打中国建政以来 它实际上奉行的 就咱们之前说的 叫什么进口替代战略 地方保护主义 好家伙 为了防止特斯拉这样一个 又有技术优势 又有成本优势 又有价格优势 又有消费市场优势的 这样一个企业 冲击他们的利润 16家联合把你锁起来 就生怕让老百姓 捞到一点点实惠 让你老百姓吃饱了 都买了特斯拉了 谁买我们的车呀 就这么玩 就这么说吧 就是中国的这些车企业 这些企业 他们永远像在幼儿园的 那种游泳池的潜水池里 一个个个扑腾 看那个架势 一个个跟龙奥天一样 占天斗地 唯我独尊 结果一到深水区 一个个立马沉底 就都是这么的货色 我毫不夸张说 这一次的16家车企闹剧 彻底地揭开了 中国这些车企们 这些折羞布 就是一群 就是什么 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多 在中国这个闭关锁国 越来越明显的这个池子里边 就这帮人就在这折腾吧 特斯拉可以来 特斯拉可以走 不管他来还是走 你们这帮车企 是在这边混的 所以把你们保护起来 你们不管多烂 只要别人不降价 没竞争 你们自己私底下做个饭 吃个饭 怎么着衡量都可以 不就这么回事吗 那可怜的是谁 还是中国老百姓 包括那些叫得最凶的 最欢的那些粉红们 你们也是受害者 好了 今天这个小段忍不住 吐槽两句 就说到这儿 对于本期内容有什么关键 还把欢迎评论留言 如果喜欢众多视频的话 欢迎给众多点点赞订阅 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视频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